日本他们的葬礼一般都是穿黑色衣服 哦 对 我们穿白色 我们是穿白色的 知道了吗? 大家好 我是多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多多 今天的视频是中国的空间相差 和日本的空间相差的差异 我想讲一下 中文是叫红白式 一般红式就是指婚礼 白式就是三礼 我们先说一下婚礼的区别吧 参加日本的婚礼的话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中国这边好像休闲的都可以 对 都可以 它没有特定要求说 你怎么样 对 相反还不能说穿的太隆重 对对对 因为要抢别人的风头 而且会被人觉得很奇怪 你是来参加婚礼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 但日本也不会太隆重了 只是正式 但是我经常看那些去吃酒席的人 都是很随意啊 对啊 这边的游行 这边农村的更随意吧 他那个穿着有没有什么规定吗 哪里啊 就是我们这边 没有啊 但是我觉得你尊重那个地方的话都会稍微好一点吧 我是不会穿的很就是像这样去的 不可能 他一般 他一般是不能穿白色跟红色 好像是那么说 但其实年轻人都无所谓的 是吗 他说大面积穿白色或者红色 因为红色的话我们这边代表喜庆嘛 有可能新娘会穿到红色的礼服 是啊 我们这边算很少的 对 我们这边都很少的 我看这普通的像广州200块钱哦 对啊 听说是同事的话好像可以给200块 在日本朋友之间一般都是3万 我听说3万10万之类的 我爸讲我季讲那些就会给多一点 5万 父母就会10万多一点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 我爸讲我季讲要给的吗 不给 我们这边不给的 因为都是给这种首饰跟精气嘛 然后父母都直接包办整个婚礼了 对啊 我们这边婚礼也很贵 一般在花多少钱 像10万 不值的都几时的 10万最少了 对 因为10万都只有几位 我们中国这边的婚礼流程一开始是会有一个接新娘的环节 首先就是南方会有一群那个兄弟 组成一个车队 然后就去到那方家 对 玩一系列的游戏 对 不能那么轻易接走哦 对 这个过程也要给红包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中国的婚礼要一整天 就真的从早到晚 你们潮汕是不是从下午就开始 凌晨就开始 对 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那边好可怕 是要凌晨接新娘的 凌晨超好奇怪 上午接新娘 接完新娘之后 到了下午6点 5 6点吧就要去了 因为还要彩排 有些仪式 大概8点吧 是8点开始吗 不是 现在是5时 公后6点入席了 对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应该是8点 通常没有那么早来的 可能是仪式通常是7点左右开始 但是6点大部分人都到了 因为我们这边像明星一样结婚那天 每个人来要拍照 对 你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嘛 所以没有那么快可以吃饭的 就拍照 拿红包 回红包 我们宴席过程就很忙啊 女方有女方进 因为媳妇酒嘛 然后还有新郎酒嘛 有两边 媳妇茶 不是 这是茶 然后新郎的是酒 有两边去 杨贵三婆茶 副官要问我 对 好洗脑啊 而且就是 不仅是新郎新娘去 后面还跟着那个新郎 新郎的那个 就他们的整个队伍啊 整个团队新娘的那个队伍 然后就 全场都在喊 对对对对对 那我感觉就整体感觉 中国的那个结婚仪式 可能会比日本的氛围更好 然后更活跃更轻松 新娘这样敬酒的时候 如果那一桌已经结婚的人 也是会把红包 放在那个盘子里的 你记得吗 嗯 天道是会给一次红包 对 然后敬茶 敬酒的时候再给一个红包 哦 红包是多少钱一百 没给过 就一丝一丝 可能十块二十块吧 总没有人给一两块吧 那这种应当是长辈给的吧 不是 结了婚的都给 哦 这样这个我真不知道 仪式这个过程好像也会有 有不一样 摄影师跟拍的 对 开始之后呢 也是播小时候的照片 然后我们是如何相遇的 对对 如何相遇完之后 还要谢谢 我谢谢爸 谢谢妈 你也谢谢爸 谢谢妈 日本他们最后新娘会读信 哦 读就是写给父母的信 感谢父母之类的 这一个环节 哦 那跟我们的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是前 但是我们 我们没有说这么正式 都是男方会说一句 啊 怎么感谢父母 感谢父母 女方也会说 就是两者都会有 都会说 但没有说像 专门他们女方 我写一封信 然后读给全场听那种 我妈说这个 我妈说啊 啊 那这个信咋办 要是不是要让人带写啊 哈哈哈 对啊 然后是白试的 一般来说城市的话 如果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的 我们这边是不能接回家的 是直接放在医院的太平间 或者是直接送到殡仪馆 殡仪馆的人会来接走 对这一点跟日本就不太一样 日本它是亲人是会把它接回家的 但是放在家里吗 嗯 我们这个是法律 可能法律规定是不可以的 但是其实很多像北方的 或者是一些大部分的农村 他们都一定要接回家 这个是就不愿意放在医院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想 比如生病了 嗯 不想在医院去世 就可能都会还没 还没真正去世之前就会 回家里的 我们这边即使是在家里走的 也会通知那种 殡仪服务的把它送到殡仪馆那边去 嗯 因为它还要清洁啊 对 然后化妆打扮 你们总不能在家里干吧 对啊 你们在家吗 都在家里弄 不弄脸吗 弄啊 都是请人在家弄的 送去殡仪馆之后 就开始举行葬礼火化嘛 对 火化完之后 是把骨灰带回家的那一天 还要沿路上撒那个纸 反正就是怕迷路 走 走吗 还是说车在走你们一边 我们在车上 我们要撒下去 这其实像 如果像大部分农村地区 都是抱着 然后走一边走一边撒 但我们很远啊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我一直以为 他们在地上走是什么意思 还要说 还是说回来的 回 你说带他回家了 头七有吗 日本 日本好像没有 他们就是这样子 举行一次之后 四十九天之后 再举行一次 然后就结束了 因为说四十九天之后 人就去了天堂嘛 那其实跟我们一样的 我们是 我们也是四十九天 我还不知道四十九天 人就去了天堂 因为我们有一个头七 我们会举行七次 就是去看望他 然后跟他说说话 或者是也是烧点纸钱给他 所以要七次 我没有 我只记得头七 就是说那天我们要早点睡觉 没什么印象 就是要把所有的电视 就是所有会反光的东西 都挡起来 这个讲究 对 然后就说要早点睡 就是可能怕会回来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日本他们的葬礼 一般都是穿黑色衣服 对 我们穿白色 我们是穿白色的 我刚才说他很震惊 你知道吗 怎么会是白色 那不 他们那边婚礼是白色嘛 对啊 所以我妈每次去 她是去到这个日本 刚好看到别人那个 我也看到 还有那个灯笼也是白色 妈就看见好害怕 对啊 跟我们的颜色相反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一般就一天就结束了 现在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像那些农村地区的 或者甚至北方那种 东北那些的 三天最少 为什么 或者是更久 而且像东北那些 他们还有那种 哭 哭嗓 就找人回来哭的 对的一种风俗习惯吧 对 你们家那边会放鞭炮吗 会 我们广州从来不会 我第一次知道 人走了会放鞭炮 是我人在武汉 我说为什么最近老放鞭炮 我住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我朋友说 是天太冷了 冻死了很多老人 我说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是 你知道过年过节 才烧这个 我说什么 吓死我了 以前你说农村哪有送去 那个殡仪馆 全都是自己在家弄 我很小很小 我只记得我外公的那一次 也是在殡仪馆 我奶奶是拿回 不是尸体 是骨灰是拿回老家 放在那种墓里面 这样啊 然后我外婆这边是 那个银河公墓 但是那种埋的 我在想我们这一辈怎么在 找寻它 因为我分不清那个山在哪里 我每年回去 就是要去那个山上 我们现在那里就没有埋了 就直接送进祠堂 但祠堂放得像那么多人吗 是整村的人吗 嗯 整个村的人都在里面 一般就所有人在一起 就也觉得不孤独了 然后去拜祭也方便的 像现在像今年你看 我们都不能去拜祭了 就是那个银河公墓那边就没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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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以上です このチャンネルをおもしよかったら 高評価と高評価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では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出太阳了 早回事 出太阳了 もしくは もしくは 早い 是 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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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